政府總部東疫前地即是俗稱的公民廣場的地方 政府突然用圍板圍起加建保安圍欄 由即日起到8月底要封閉 政府發言人說政府總部要加強保安 日後團體仍然可以在週日或公眾假期 在東疫前地舉行集會 但必須要事先申請 羅錦平報道 正種東疫前地俗稱公民廣場的地方 一夜之間被圍板封起 空蕩蕩的廣場只剩下被用的鐵馬 和一部滑泥機 之前示威人士留下的物品全部清空 行政署貼出告示 叫物主最遲要在下星期二前來應領 想去政府總部都要兜路 要走前幾十米去搭電梯 廣場對出現時封了圍板的地方 以往只是有一個矮花槽和車閘 但據了解政府計劃在這裡加建圍欄 而公民廣場外通往立法會大樓之間的通道 亦都會封閉 不再暢通無阻 東疫的扶手電梯和其他入口都會加強保安 以往無論是市民還是個別的示威人士 出了港鐵站 沿天橋來到這裡 就會有扶手電梯直接到公民廣場 不過現時這裡是此路不通 遲些還會有保安站 只是給相關職員才可以經過 如果示威者好多的時候 有時部分人還會站上來中信大廈對出的天橋 不過現時警方把部分道路列為緊急的通道 想看清楚公民廣場都有些難度 政府發言人說檢討過正總的保安安排之後 只有需要加強抵禦潛在保安威力的能力 政府總部東疫和主要給官員出入的西疫 保安措施要看齊 工程完成之後 東疫前地每天晚上的11點 至第二朝的6點會關閉 一般人士都不准進入 遊行和集會可以在星期日 和公眾假期的指定時間內舉行 但事先需要得到行政署的批准 NOW TV記者 羅錦平報導